你好,欢迎收看9月8号大台东地方新闻,我是吕慧 台东县政府为了改善偏乡学校交通负方便 向教育部申请了教育优先区改善交通车计划 共计北南乡、初入国小等9所学校购置新的交通车 8号上午是由县长饶庆林主持的启用仪式 同时他强调会持续照顾学童的学习权益 让偏乡孩子上学不再遥远 安硕国小的学童在新旗用的交通车上开心庆贺 感谢县府的努力,让他们原本就学不变的问题 变得更加方便 6点出发,然后大概7点到 快要7点半了 半个小时 在路上有会不会车子很多 但是会不会有没有那种 爸爸要出门然后来不及 然后叫阿公帮忙载 所以常常会不会因为这样子上学会迟到 有吗 台东县府园辽阔 许多偏乡学童每天都得到距离家中十多公里外的学校上学 台东县政府特别向教育部申请教育优先区改善交通车计划 共有北南乡出入国小等9所学校购置新的交通车 这是一个延续的政策 因为当初我们裁兵校之后 那个配套的就是希望能够让到另外一个学区就读 到另外一个学区就读的学生 那不需要自己的爸爸妈妈真的非常的辛苦 就像刚刚的长辈说的 其实我们早上四点就可能四五点起床就夏天 到了要送小朋友上学的时候 还要再冲回家再送 但是实在是很多时候是住在都会区的人 没有办法想象 那我们这几部校车 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教育处 我们无科 他们争取9部校车2300万 那司机随车人员油料所有的薪水 都由我们教育处我们自己来筹坐 那我们也发觉这样子上学之后 其实学生们并没有因为这样学习一滴落 反而透过安全的上下学的环境 学生们在校车上他感觉到他有饭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收获 我们也希望台中县政府 我们教育处也发觉 我们现在有更多这样的需求 因为学生数越来越少 以及我们要求我们的国小的老师 其实有几件我们有预计 希望他们共同备课 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共同备课 那所以这个当中我们认为 我们校车的需求更多了 我们会努力再去募款 姚建林也强调 会持续照顾学童的学习权益 保障偏乡孩子上学 让他们上学的路不再遥远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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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